你好 我是陳時雅 歡迎收看華視夜見新聞 首先帶您來關注疫情期間 醫療緊繃 竟然還出現了醫療暴力事件 全臺都同聲譴責 新北市雙核醫院一名62歲的確診男子 日前持刀砍傷了醫院三名護理師 造成一名一人韌帶斷裂的 一人使腹部受傷 將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 今天再度譴責暴力行為 而他在晚間也親自前往雙核醫院 探視受傷的醫護 我們也會強化這個醫護醫院的安全 那也會升級我們醫護的權益 那早上院長也特別指示 相關的防疫人員 醫護軍警消 若因執行公務而導致染疫受傷 或遭受攻擊 那我們當然會給他們慰問金 跟其他相關的一個 本來的一個醫療保險 等等的給付之外 我們要給他妥善的照顧 醫護會執行長王必勝 除了說陳時中到晚間 到醫院來探視之外 他也說明這個陳時中 也執政了總統蔡英文 和行政院長蘇貞昌的慰問金 因為除了陳時中之外 蔡總統也透過電話 表達了關心 王必勝表示一定會透過司法 對暴力予以制裁 並且責成雙核醫院 給受傷的護理師最好的治療 以及心理輔導